好,再來呢,因為我們要做影片 我們要做影片,所以呢,你來這邊 看到下面這裡 1080P,1080I 有什麼不一樣? 啾啾是會告訴你 他有講啦,其實這個 事實上有差啦,這個是有差的 各位呢,如果你在這邊 就是來這裡 你到Youtube 你找這一段影片,我相信各位應該都看過 因為我們今天要做影片嘛 對不對,你要做影片,你要知道什麼 他的格式啊 那我找用8K的給各位看 現在目前最高是到8K 好,我就找這一張這個影片 不用看內容,我們看這邊 這裡 各位有看到,平常都有看過這個對不對 我們都知道數字越大代表什麼 畫質越好 但是這個代表的是什麼 什麼意思 你知道那個數位相機幾百萬像素幾百萬像素怎麼算出來 這樣啊 數位相機幾百萬像素再這樣 就是長乘以寬啊 就算出來啊 那我們的影片也是一樣啊 就長乘以寬 就是長乘以寬 所以這個是寬度還是高度 你覺得呢 你覺得這是影片的寬度還是高度 以前我都會讓各位線上測驗一下 今天先略過好了 你覺得是寬度還是高度 大家都不好意思對不對 寬度 回答他錯了沒關係 那個沒有關係 這裡這裡 我有工具可以借用一下 來來來 隨機抽人有沒有 你就知道為什麼我要你先註冊一下 來來來 那個院山 有來了嗎 晚山 抱歉抱歉 晚山來了 好 你覺得是寬度還是高度 寬度 好來那個豪家呢 寬度 寬度 我可以再抽一下嗎 新化 你覺得呢 犬犬 寬度 我再抽一下 你知道為什麼我會知道再抽一下嗎 因為明明我就沒有聽到正確答案啊 哈哈哈哈 哦 鄭偉 鄭偉 沒有沒有 不在 不在 奧斯卡 哈哈哈 哇 太好了 你看終於有人答對了 這樣倒是心機有很重 真的是高度啦 你們真的齁 這裡 來再看一下 這個 所以要做影片 就算不做影片 這裡是常識嘛 對不對 來你看一下這邊 我們從這個比較常見的 這個240就是320乘以240 這大概接近我們VCD的品質 因為我們VCD是352乘240 好 那你這個呢 360就是640乘以360 所以這個比較常見在什麼 比如說像一般網路上的文章 Facebook上有些人貼有沒有 影片在裡面 當然有的現在有比較小的 有比較 但是比較常見的是640-360 另外呢 480就是720乘以480 這個就是一般我們講的DVD的品質 所以你知道為什麼DVD比VCD 畫質類的好的嗎 對不對 那你往上之後呢 你看這邊 往上之後有沒有發現 後面都有HD 表示什麼 這個就是所謂的高畫質的 這個是1280乘以720 再上去 剛剛不是有啾啾鞋嗎 對不對 1080P 有沒有注意到後面都有P 哇 有的 有的 像我們現在在看那個第四台 有的是I的 你們家有的 買了電視你可以注意看一下 搞不好你們家是只有支援到I的 也有 好 那這個呢 就是1920乘以1080 有沒有覺得這個數字看起來比較熟悉的 因為你們在電腦裡面螢幕解析度的時候 不是都有這個嗎 對不對 好 這個呢我們就稱作Full HD Full HD 那這個是這種影片的格式也是我們目前就是在一般電腦上你可以大致上都可以蠻順利編輯的 因為現在電腦都夠快 而且我們說真的我們在做教學影片的話大部分也都是錄這兩個尺寸比較多 那麼你再上去的話就是要去大賣場看的你知道嗎 去大賣場現在不是都30吋40吋50吋有沒有 對啊80吋再上去再上去原本到這麼多 所以這都是高度這樣了解吧 所以這就是2K的這個是2K的這是4K的8K的 所以你可以很清楚螢幕越大 結果它品質越好 如果是一張照片 假設一張照片是1M 但是你不要忘記我是影片對不對 所以一秒鐘我們還會牽涉到另外一個叫FPS 問一下有沒有你有做過影片剪接或是像Flash動畫的 你一定要做這個動作 叫做Flame Per Second 每秒鐘播多少格 因為我們的動畫就等同 我看一下 有太年輕的嗎 有沒有沒有看過底片的 有些現在都沒有看過底片的對不對 這個就像我們底片要連續播放的意思 像卡通一樣 所以我們做動畫這個FPS呢 如果是電影是標準的就是1秒鐘24格 也就是如果你現在用Flash 現在改名叫做Animator 就是24 那我們台灣用的是美規就是29.97或30 等於說你要有這個標準 要標準 那如果是歐規的就是25格 就一秒鐘要播這麼多格 所以你看看如果一張照片就要1M 24張 一秒鐘是不是24M 假設都不壓縮的話 所以你知道為什麼影片很大了吧 早期我們要做影片其實有點困難是在這一邊 是在這一邊 因為檔案證很大所以電腦效能不好你要編實際上是有困難的 好這樣各位應該就認識比較多了對不對 了解了 那至於P跟I哪裡不一樣 你就看啾啾鞋介紹給你看就好 這個我就不用講 接下來這個 好這段